咱们看了很多人留言啊 关于这个纳卡和这个台湾啊 统一这场战争 这个阿塞白江亚伯尼亚这场战争啊 有人想要多聊一聊啊 咱们今天就专门列一期谈一谈 咱们应该捅了这个台独马蜂窝了啊 看那个底下留言啊 台独现身了啊 这个乌克兰危机持续啊 咱们就针对这些台独 咱们再给你来一个重击啊 俄乌确定已经陷入战争泥潭 这个背景之下 这个突然间开打的这个纳卡冲突 你看其实就是利用这乌克兰战争 什么意思 阿塞白江啊 收复啊 就跟咱们中国收复台湾一样 收复纳卡 他就利用了这场冲突 那在阿塞白江猛烈火力打击 闪电班结束24小时啊 16个军事基地全部清空 亚美尼亚族控制的这个国中之国的 纳卡地区被彻底的征服 那在当地自行成立的亲亚美尼亚的叫阿尔查赫共和国 这个当地的总统宣布在明年1月1日解散政权 这个原本只是被俄罗斯支持的 这个比如德佐地区啊 南澳塞地区啊 他承认了一个国家 现在就这两个国家承认 现在正式回归阿塞白江啊 这个跟这个台湾一样啊 台湾现在没有一个承认的啊 除了那几个他的邦交国什么巴拉圭那几个啊 联合国大多数国家全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不承认台湾的 所以现在看啊 这个意味着阿塞白江是真正意义上完成了统一 而且是用武力统一的 比如说阿塞白江完成了武统 你看他这个机会抓得非常巧啊 乌克兰战争 根据这个总统啊 叫沙赫拉马尼扬啊 他签署的法令 纳卡数以万计的亚美尼亚裔的居民持续逃离当地 那么亚美尼亚称一共有6.5万名逃离纳卡地区的难民入境啊 在亚美尼亚和阿塞白江啊 啊 这个互相展开攻击之前 纳卡地区大约有12万亚美尼亚裔啊 那有意思是 阿塞白江在征服亚美尼亚族啊 独立武装之后 重新开放了纳卡地区通往亚美尼亚唯一通道 也就是由俄罗斯维和部队警戒啊 一个叫拉钦走廊 这是俄罗斯控制的啊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一个俄罗斯的高官 是吧 一个司令啊 被这个打打死了啊 有人说是抢劫啊 但你看他控制的就是拉钦走廊 所以这个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那如果咱们思考一下 阿塞白江统一纳卡地区与中国大陆统一台湾 国际社会原本就是啊 认可这个纳卡地区 是阿塞白江领土的一部分 也什么意思 就跟现在全世界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吧 纳卡地区国际社会就认定 他是阿塞白江的 跟台湾很像吧 啊 我觉得台独现在再怎么猖狂 你要看看纳卡现在的现状 我觉得纳卡是他们的致命遗迹啊 台湾从来不播啊 为什么啊 他这个凄惨状态是吧 你看那领导人跑的 这个与国际社会几乎都认可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听懂吗 台独们 唯一不同的是什么 纳卡地区存在两个种族争分啊 纷争 这个就是有几百年世仇啊 那台湾地区与大陆是同温同种啊 不存在种种族分裂 现在存在意识形态分裂 其实也没有意识形态分裂 大陆也认可你的这个民主自由啊 没有说排斥你民主自由 你台湾爱选举 爱选举选举吧 你咱们就把它当成一个这个 对吧 一个一个宗教一样 对吧 你愿意信那个东西信吗 对吧 但是你别脱离中国啊 你如果搞邪教 当然要揍你啊 是吧 你民主自由搞一邪教 那么什么玩意呢 是吧 大陆还是很包容的 咱们至少咱们中国人 没有排斥民主自由的啊 咱们是亚洲第一个民主自由国家 对吧 咱们玩玩剩下的台湾人还在玩 还没玩明白呢 对吧 那那卡地区在过去三十年以来 存在着分裂主义势力啊 最后导致爆发了两场战争 统一的阻力角度看呢 其实阿塞白疆完成统一 几乎是要面对俄罗斯 美国欧洲 亚民亚多方反对 是吧 也就是说他比中国统一还要难 至少现在看俄罗斯支持中国统一啊 包括欧洲啊 他也他现在说不能武力统一 但是他从来没说过不允许你统一啊 美国是不允许你统一的 对吧 欧洲 所以现在看呢 现在看亚美尼亚是最难的 对吧 那俄罗斯在当地还有维和部队 别忘了啊 这个还有维和部队 所以阿塞白疆后面 现在只有土耳其支持 所以军事实力要远远超过纳卡的 亚美尼亚啊 和这个中国啊 在这个台海地区和台湾对比 是不是亚美尼亚啊 就亚美尼亚阿塞白疆军事实力啊 阿塞白疆碾亚亚美尼亚 现在也是大陆碾亚台湾啊 那这个与中国要完成统一啊 面临着美国日本这些风险啊 而中国大陆绝对军事实力要碾亚台军 是不是很相似 现在问题是阿塞白疆完成了统一啊 用武力第一啊 你看这个特点啊 咱们把这分析下 第一是群武力啊 这没毛病啊 24要是全干了啊 武力 而且是以碾亚方式的武力打击 也就是说只要你足够狠啊 我觉得啊 咱们这期最关键的就是谈乌头 你足够狠啊 咱们说让这个啊 让这个台独瞬间气化 而且你给他展示这个气化的样态 足够狠啊 瞬间让他消失 那以武逼谈是完成统一 非常现实全能 没毛病吧 阿塞白疆就是给你展示了这种碾亚式的暴力 这种武力 那阿塞白疆 他想要和平统一的 千万不要以为阿塞疆不想和平统一的 他是想要和平统一的 最后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这才是咱们这个咱们说武统派 为什么一定是历史正确的一边 因为最后你要想和平统一 阿塞白疆已经告诉你了 不可能 最后被证明是不可能 武力统一这一次 非常简单 看到了吗 武力统一非常简单 武统非常简单 你搞合同 你给他让利 你看中国大量的工资们 要给台湾让利 让几十年了 你看那国台办 你看那央视跟陈凤新一起 还在那央视中央频道 还在这扒扒扒 那个台独 那他不是台独 但是他绝不是统一派 那你说这种东西 你跟他在那合同 有什么意义呢 合是没问题的 这帮台独和国民党这类的 完全不同 就是他要合 而不是以武力聚统 而他统就没有了 这陈凤新他没有统 咱们要统 对吧 咱们要统他 对不对 而武力统一 这次非常简单 是吧 插上去就可以了 这就武力统一过程 单方面调打 对吧 单方面调打 我再说一句 单方面调打 这就是武力统一 亚美尼亚完成了 咱们说解放军 如果完成统一 或者根本就不需要跨海登陆了 你看这个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调打完事 没有一个亚美尼亚军人 可以活着走出他基地的 甚至基地基本上被炸之后 就地投降 只需要通过陆海空一体的战法 然后通过大量的绝对化的摧毁 注意是绝对化摧毁 把地面全部摧毁 中国统一可以火速完成 阿塞拜疆已经告诉你了 这个崩溃是瞬间的 24小时就完成 我觉得咱们统一武统台湾 如果做的还不如阿塞拜疆 但是咱们难度大 因为美军会不会接入 这个不知道 但美军就在亚美尼亚 发现没有 美军就在亚美尼亚 台湾台独们要注意 美军就在亚美尼亚 101就在王牌 去了吗 就像这 假如有一天 25师 美军25师 咱们讲 他是这个主力支援的 如果25师就在台湾 台北掉过去了 你打不打 肯定打 咱们也必须打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已经告诉你了 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就是在美国101 空降师就在亚美尼亚的时候就动手了 怕吗 不用怕 不用怕 现在看的只要联合认可的主权范围内使用武力 那么他国干涉风险不是非常高的 注意啊 只要 所以咱们一定要在GEP超过美国之前要动手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的GEP超过美国啊 那可能你就变成所有人打击目标了 咱们说老大不好当 你就变成所有人的K的目标 从你身上K肉的 从你身上老二老三要弄你的 是吧 那这个你要在什么联合国主权范围内认可的主权范围内使用武力是没问题的 因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事 阿塞拜疆认为这是我国内的事 我收复我 我的失利 该入手你就可以收到 在联合国至少现在看没有任何问题 只要联合国认可 那么阿塞拜疆从联合国宪章的技术看呢 完全有权利使用武力完成统一 其实中国也一样 现在俄罗斯都不敢说阿塞拜疆动有什么违法的意义 从根本上讲 就是有土耳其背后之声 背书 阿塞拜疆压根就不怕俄罗斯和美国这个意外势力 而且也完全有完成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 中国大陆未来完成统一 同样是可以学习一下阿塞拜疆的 基于台湾问题 中国内政再加上解放军的绝对实力 没人敢去动 阿塞拜疆都敢动 武统 人家瞬间完整 统完就完事了 统就完事了 简单的很 是吧 统进去就完事了 为什么还在这 是吧 合统呢 是吧 一旦发起武力统一 那么咱们可以给台独找一个 咱们之前谈了 给他安置在新疆 我之前讲的安置新疆 其实你可以当做一个劳改营 建设美丽新疆 就安排一个退路 因为什么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最后结果 就是24小时之后 阿塞拜疆给亚美尼亚人一个退路 给他开放拉进走廊 让你走 就俄罗斯控制一个区域 让你走 这个可以降低 统一的阻力 为什么 你不愿意在这待 不愿意当中国人可以走 你台湾人可以走 比如说咱们可以在戈壁上画一个地方 咱们讲了 给你个集中营 或者是在这个圈子里边画 这个村子 台湾村 或者将台湾某一个小岛 可以设定某个指定居住 对吧 你就在这自生自灭 愿意养鱼养鱼 愿意当鱼当鱼 阿塞拜疆 能够完成比台湾问题 更加复杂的统一问题 咱们说 咱们要刮目相看 也可以告诉你 就是因为乌克人战争 俄罗斯没有能力支撑这场战斗 然后美国 美国跟中国斗 也没有能力 没有精力 所以现在看 最终是依靠武力 这是现实 非常残酷的 这个其实就是现实 咱们千万不要 让合同派给你洗脑 尤其是台湾国民党 他们就是要依靠 合同派给中国大陆人民洗脑 你看这个现实非常残酷 就是武统 而且24小时解决 你看百年争端 人家一举拿下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来说 咱们当然最大 最大的好处就是 最大希望还是希望和平统一样 这有好处的 但是也不能看武统 就没有希望 或者完全否定武统 武统现在看非常简单 就只要你有绝对力量 因为你只要愿意承受代价 你要做好充分碾压 尤其是火力碾压准备 就完全可以武统 我上一期谈了 中国的这个 动力部队已经在福建集合集结 对吧 如果你看 现在你要不准备 然后等到你火力碾压的时刻 你不能碾压对手 就像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那样 击复都拿不下 那对手当然是交恒了 对手认为你没能力 最关键就是什么 咱武统派的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怎么样 火力碾压台独 怎么样把台湾全部的火力 给它输送进去 所以怎么办 你就关注咱们频道 现在咱们就盯着中国的 当然这个火力要限定在 中国火力足够的 有核武器 但是不是在核武器 要常规武器就能碾压台独 碾压台军 咱们就关注咱们的解放军的发展 就可以 一旦火力碾压 完成 真正的开始无头 24小时 阿塞拜疆用了24小时收复纳卡 被认为您立马裁 dari Whoop 收复纳卡 和你筹 钱 感谢观看